在王者荣耀每个赛季都会有英雄强势崛起 而在S16赛季 天美终于想起了那些价格是18888金币的英雄 在加强过后总算对得起他们昂贵的价格 今天就给大家判定S16赛季必买的18888金币的英雄 话不多说一起来看看吧 虽然说一代版本一代神代代版本学工本 工本被天美照顾了无数次 但是现在的工本早已经甩掉超级兵的称号了 在上一次大幅调整后 工本一跃成为了T1级别英雄 二技能的CD变得更短 可以无伤刷野 并且因为二技能的调整 让工本的大招好得更快 每一波团战都能稳定开出大招 所以工本是S16非常值得买的 18888金币英雄 杨检之前因太强势被策划砍了一刀 之后直接沦为下水道英雄 但在体验服中 天美游的杨检进行了加强 直接缩短大招的CD 大招在后期满CD的时候 甚至只有9秒钟 直接赶超之前杨检最强势的时期 所以接下来的版本 杨检绝对是一个T1级别的上单 换18888金币买杨检 绝对不会亏 要说当前版本最强势的法师是谁 那肯定非诸葛亮无疑 在游戏中 经常可以看到诸葛亮后期一技能加大招 秒脆皮 而且诸葛亮的滚雪球能力也极强 只要前期拿到几个人头 中后期的伤害没人能扛得住 同时诸葛亮的操作并不是很难 只要掌握好二技能 位移就可以 也是IC6非常值得买的 18888英雄 除了上述三位英雄 大家觉得IC6赛季 还有哪些英雄值得购买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补充